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小五哥 楼下全是咱们兄弟 他不应该从这儿逃走啊 也就是说 菜鹅就是在这个房间消失的 你是说这房间有密室 但这是家妓院哪 怎么会有密室呢 那 菜鹅人哪 难道飞天遁地了不成 别紧张 找不到的 十年前没人能找到这儿 十年后也一样 十年前你就来过这儿 大人 枪手 小五哥 谁开的枪 不好了 下面全是唐宽的人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慌什么 菜鹅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敢进来 可是我们手里没有菜鹅呀 在不在咱们手里 他怎么知道 走 你们给我听好了 菜鹅在我手里 谁敢往里冲的话 我就先杀了他 你要怎么样才可放人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让袁世凯来 菜鹅被人压在云集班 谁干的 好像是孙海川 你没派人守着吗 已经派人守着了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 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你糊涂啊 菜鹅不能死 他是我叫来京城的 他死了 天下人怎么看我 更关键的是 明天就是选举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日子 这个时候别出这么大的乱子 是 我这就过去 四二 这件事 要有破釜沉舟的气势 锦云集班抓菜鹅的这些逆贼 没有一个能用活路 这不像是孙海川的手笔 那您的意思是 他们既然用命来抓蔡松坡 要求的就不是件小事 这个时间都不能出纰漏 他们要的不可以答应 拖住了 别把事情传出去 如果他们针对蔡将军下手呢 那就一把火烧了云集班 知道这件事的一个也别溜 蔡鹅的死讯也给我压住 等过了明天再说 懂了吗 三二 是 三二 先要救出蔡松坡 实在没法子才走这一步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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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哥 还是找不到蔡鹅呀 怎么办哪 外面的人现在还没有冲进来 说明蔡鹅还没有出去 他还在云集班 蔡鹅 你给我听好了 你再不出来 老子一把火把云集班给烧了 老子说到做到 你信不信 到时候 我们俩一块走黄泉路 蔡鹅 你跟老子出来 蔡鹅 不用晃啊 火光一起 外面的人一看到里面不对 就会立刻冲进来 谁也烧不死 老子看你是个闹种 你们有胆量出来吧 再等等 等等就没事了 你这个男小鬼 要不要坐下歇会儿 不了 这儿灰太多了 太饿了 你这个锁头乌龟 你看看 我脸上有脏吗 你这个人 对 管你怎么办 你这儿灰太多了 是怎么能不能够 你真不破碎了 你不能够打架了 我根本就完全不破碎了 这位爷有所不知了吧 这美丑啊 有时候对女人来讲 比生死还重要 生死关头 男人都会紧张 姑娘倒是一点都不慌啊 慌不慌事还不是一样 再说了 你们这些大男人 不也没慌吗 我们生死见得多了 倒是你和这位老胡 确实难得啊 人世间往往最显的 未必是生死 你再说一遍 小五哥带人杀戒了云基班 抓住了蔡赫 如今唐宽的人都不敢进去 把云基班给围住了 谁让他去的 唐宽呢 刚接到消息 唐宽已经从大总统府赶过去了 孙大人 孙大人 兄弟们都已经聚集好了 做什么 救小五哥 威武 transferred 我 小杀 这大伙都散了吧 孙大人 小五瞒着我把事闹这么大 已成必死之局 谁都救不了 大人 那总得试试吧 去多少 死多少 要记住 我们现在是王国之臣阴影里的小人物 没有闹大的实力 叫大家都散了吧 这 报告 情况怎么样 报告 蔡将军被七小五挟持 报告 蔡将军被七小五挟持 这方圆几百米都是我的人 你想离开这儿马上放任 我放你走 放我走 你们一个个该诸的逆臣贼子 放我走 知道爷是谁吗 爷我是大清朝的六平鼎带 正经的官身 就凭你们这些土不土羊不羊的什么民国政府 放我走 你配吗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废话 提条件吧 好 请转告袁世凯 要我放了菜恶也行 必须得拿人来换 什么人 当今圣上 我要你们从紫禁城里把当今圣上给我请回来 由我救走 到时候 菜恶我自然会放过 你想要爱心觉罗溥仪 放肆 天字明会 你也敢将吗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 我给你一个时辰的时间去考虑 一个时辰以后 如果我见不到天子 我就把菜恶给杀了 到时候 全天下的人都会以为是袁世凯下的杀手 那时候我们看看 还有谁再会相信那个袁大头 你们谁看见菜恶了 报告唐大人 没有看见蔡将军 那 我总得看看蔡将军 他的安然无恙啊 不可能 把天子送来 我自然会让你见菜恶 等我的命令 准备攻坚 是 别动 老实点 老实点 我 别乱来 放 别动 老实点 蔡松坡 我知道你能听见 你这个锁头乌龟 你也听好啊 我数五个数 如果你不出来的话 我就打死他 你再不出来 我就再打死一个 不要 你总不希望看着这些人为你去死吧 那你就别出来 不要 小五个 小五个 蔡鹅毕竟曾经是云南王 他会为了这些下人出来送死吗 我知道我个人 死马当火马医总得试试吧 别 大人 你不能去啊 你还能够出来是吗 是啊 将军 他未必能确认你就在这儿 他是在炸你 我相信 他数到五一定会杀人 他数到五一定会杀人 你会被任何人去死吗 我知道你能听见 我只想 不让无辜者因我而死 大人 男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果我才恶 今天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因我而死 而照样无动于衷 还值得你们随吗 你这个男小鬼 我出去以后立刻把暗门关上 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都不要出来 闪开 闪开 是 是 坐 不要 你还不出来是吗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了 五 住手 蔡松坡 没想到都说蔡松坡文武双全 天下奇才 没想到你是个傻子呀 大人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是大人的护卫队长 刀山火海也要追随到底 好 那你们俩就一块儿死 云集班里的是宋海川本人吗 不是 这就奇怪了 宋海川是派手下送命吗 他明明知道我不可能放满清皇室 难不成云集班这件事 孙海川不知道 跟唐宽说 一切以保明天的国会选举为重 溥仪不能放 蔡厄也要救 让他告诉云集班那些逆贼 蔡厄如果死了 我要他们一起陪葬 是 我想知道你刚才躲在什么地方 你到底想用我换什么 当今圣上这不可能 清朝岗王 清朝皇室去向 天下人都在看着 大总统无论如何 不会放人的 这我知道 那你要什么 如果救不了当今圣上 那我就要你的命 你有没有想过 杀我蔡厄容易 之后呢 你们怎么逃走 从近来的这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出去 我们只不过要用自个儿的命 来告诉袁世凯 大清王朝没有王 有我们这么多不怕死的人 他的民国不会太长久 民国不是袁世凯的 难不成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民国是我们的 什么 天下众生皆为民 民国是属于天下人的 清言可诛 你就不怕灭九族吗 铺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天下自古以来 都是天子的你知道吗 自古以来 五千年来的规矩 害他这个国家还不够惨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清朝最后这些年 把多少个王土隔让给他国 再守着这些老规矩 中国就真的要完了 那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当今圣上用心治国 用不了多久 一定能够让大清复兴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 没必要再说下去了 没错 那就不用说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点时间 半个时辰之后 如果还没有当今圣上的消息 我就拿你的血 祭奠大清复兴的第一面战旗 老胡 你有办法救他吗 为什么要救他 像他这样的人 不应该死在咱们这里 凤姑娘 你才认识他一会儿 别被他骗了 他能救那些不认识的下人 有时会用自己的性命 去骗人的 凤姑娘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听你的 我要是不说 你会去救他 你们守着菜鳄寸步不离 我出去看看 咱们的当今圣上 有没有消息 别动 别动 坐好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怎么会没有声音哪 这是哪儿来的声音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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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难道听错了 杀 杀 袁世凯 你敢骗我 杀 敢骗我 老子杀了你 什么人 什么人 别动 别动 不想他死 就去把门打开 放外面的人进来 去开门吧 你们无路可走 现在放下枪 我在唐宽面前 保你们不死 冲进去 facile 冲 冲来 霍по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唐大人 里面的人已经全部控制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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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人 你是我们做主的吗 你都可以杀了吗 谁 你都可以杀了吗 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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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人跟我们做主啊 跟我们做主啊 唐大人 这帮人为非做的太坏了 天良 你这地儿太靠了 唐大人 人不带走 我们做主啊 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走 起来 老实点 老实点 快点 快走 走 走 快走 带走 走 走 快走 跟走 蔡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啊 也没什么 颤他们没注意 我的护卫队长亲自出手 把他们的手里控制住了 封贤姑娘 是这样 对 多亏了赵队长出手 才能擒拿贼手 蔡将军 您没事吧 运气不错 安然无恙 那就好 我在外面一直担心着您的安危呢 蔡将军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下去处理一下 回头我送您回府 那就多谢唐大人了 不客气 一身本事 为什么要藏着 明天午后 我会前往拜府 根据之前约定 到时候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好 冯仙姑娘 那咱们后会有期 蔡将军 林儿 虽然是我的丫鬟 可我和她如同姐妹一般 今儿 今儿您用性命来救她 和救我一样 那 凤仙姑娘准备怎么报答我呢 今儿个这出戏是唐大人约我唱的 下次再见面 小凤仙的戏 只唱给您一个人听 好啊 还是木柯寨 刘龙戏奉好吗 这出戏 合适咱们俩唱 蔡将军 蔡将军啊 今天这事我保证 从今以后再不会发生了 唐兄啊 有件事得麻烦你们 我答应过他们 保住这些女党的性命 所以 放心 我不会杀他们 我要留着这些人 找到孙海川的下落 还有啊 我今天送您回去 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我再向蔡将军赔罪 难不成再帮我介绍一位奇女子 我倒是忘了问了 蔡将军 这个小凤仙 您觉得如何 清雅脱俗 奇女子三个字 再合适他不过 经过今天这个事 你们也算是 共患过难了 老话说得好啊 患难见真情 我看蔡将军 和小凤仙姑娘 还真是有缘分啊 就把家里那位知道了 有缘的 就变成有仇了 放心放心 夫人那儿 我会保密的 好啊 请 老胡 我不管你到底藏着什么身份 别伤害蔡将军 他是个好人 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认定他是好人了 不论贵贱 以身犯险 这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虽然是来清了 可他看我的眼神 很干净 老夫人 说是蔡夫人 是被我的人叫走的 是啊 说是虎儿喝醉了 他才去的呀 堂兄 这 这绝不是我的人干的 蔡将军 我估计 会不会是孙海川的人干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 孙海川抓他干吗 他 他以夫人的安危 来要挟蔡将军呢 这就更奇怪了 我现在无兵无权的 他能要挟我什么呢 天儿不早了 娘 您回屋歇着吧 蔡将军 您看夫人 那就唐大人派人去找吧 那得麻烦唐大人派人去找吧 我 我一定找到他的下落 不急 不急 给唐大人倒点水啊 火儿 火儿 你媳妇还带着身孕呢 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娘 别急 北京城咱们人生地不熟 再急也没有用 让谈货的人去找吧 在他面前 咱们得装着不在乎 不能让他看出 我和惠莹的不和 都是假的 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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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莹不会有事的 没事 没事 娘 夫人 我能逃走 我能逃走 我在这儿救你 我带来救你 别动 不议进去 别动 不议进去 别动 别动 要开就开吧 这枪你们端了一天了 有什么打算 不议进去 这到底什么人啊 那么多赶枪还让他跑了 你们回去守着潘慧英啊 我去禀告大人 请他定夺 是 是 唐大人 不好了 唐大人 大人 大人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跟潘慧英在一起的那个护卫逃走了 什么 逃走了 你们那么多人那么多枪 怎么能让他逃走呢 那人动作太快了 是不是那个李淑伟 是 就是他 怎么办 要不要把潘慧英换个地方 事关重大 你去守着潘慧英 我去请示大总统 是 快去呀 好好好 快去 娘 火儿 慧英还没下落啊 谭宽刚才派人来说 还没有找到是谁 抓走了慧英 要不要让哑巴刘也去找找 娘 这是北京城不是云南 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再说了 恐怕人再多也找不到啊 你是不是知道就什么了 差不多能猜到了 北京城能消无声息 把慧英关起来 还不让任何人 查到蛛丝马迹 这样的能力 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那到底是谁呀 还能是谁呢 那个护卫跑了 庞慧英失踪 蔡厄那边有什么情况 她不冷不热 不温不火的跟我说了一句 请我帮忙找她 我跟她说 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她也不着急 看起来他们夫妻 确实没什么感情 你呀你呀 总是疑神疑鬼 非要怀疑她蔡厄 和庞慧英 是在给咱们做戏 人家夫妻俩关系好不好 有什么必要瞒着我们 大总统啊 如果蔡厄风流好色是假的 那她就有必要演戏给我们看 她好不好色我不在乎 大总统 如果蔡厄是假装好色 说明她心里面顾忌大总统 说明她心思重 有野心啊 她有没有野心我也不在乎 这 她有野心好 没野心也罢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还有没有实力 没实力 再大的野心也是个玩笑 你刚才说那个护卫逃走了 是 她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蔡厄 您看是不是咱把潘慧英换个地方关起来 让蔡厄知道潘慧英被换哪儿那是好事啊 就算她跟潘慧英关系不好 自己的夫人总要救 她就那么三个护卫怎么救啊 对啊 咱们就是要看看蔡厄拿什么救夫人 那您是怀疑 蔡厄在北京还有其他的实力没有露出来 不是怀疑 想多点不会犯错 你说唐宽派人扣押了蔡厄的夫人 这事蔡厄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 那是唐宽的人 袁世凯这是信不过蔡厄啊 孙大人 蔡厄在北京无人可用 请孙大人出手相救 你倒是说说看 我凭什么要救蔡夫人呢 孙大人 您不是一直说 想利用蔡厄的关系复国吗 这是拉拢她的好机会啊 也可以让她彻底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 这是一举两刀的事情啊 这是一举两刀的事情啊 我总觉得 蔡大人是好人 什么叫好人啊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 像她这么大的官 从来不作为作福 为了救下我这样的人 舍得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样的官我没见过 孙大人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没说错 可惜这样的人 不为大清所用 好了 你回去吧 孙大人 我会想法的救蔡厄的夫人 就像你说的一举两得的好事 让蔡厄归顺了大清 那就是一员干将 谢谢孙大人 快回去吧 别让蔡厄对你起疑心 是 婴子 来 召集人手 准备救人 是 我早就说过 密室处里没有小事 随便一件事 都跟人命有关 叛徽英那儿 一定给我盯死了 看看到底谁会去救他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舒文 你回来了 夫人呢 被人关押着 你就一个人回来了 大人呢 我问你夫人呢 走 带我找他去 中城 中城 你不能去 我又被关着 你自己跑回来了 中城 走 先救夫人 走 中城 走啊 中城 你不能去啊 中城 舒文 进来说吧 是 没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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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没事吧 没事 夫人现在很安全 我刚逃出来 人在哪儿 大人 您不能去 为什么 抓夫人的 是唐宽的人 我亲眼所见 果然是她 为什么我不能去的 唐宽手下戒备森严 我们几个人去 是没有用的 那你说怎么办 大人 您就放心吧 夫人会没事的 会有人救她的 有人会救她 谁呀 大人 您就安心等待吧 夫人一定会被人 安然无恙地救出来的 你去求孙海川救人了 大人 你逃出来之后 先去见了孙海川 是不是 大人 您知道了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 告诉我 你是不是去求 孙海川救人了 是 不过孙大人答应了 大人您就放心吧 孙海川救人 才是把我和惠英 置于死地呀